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好 今天不背数字了 因为来宾教我 我只要说现在离两万点 只剩下两百多点的距离了 台股真的好热 而且今天涨停板的股票 倒也不是什么奇奇怪怪的 反而是蹲点蹲很久的全值大牛股 再来一波 今天日月光发威 涨停板 瑞宜过去都说她赚一个股本以上 但股性很牛也涨停板 电池股的龙头新浦也涨停板 当然台积电冲冲冲 但今天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垃圾盘 反而是基优股继续轮番表现 把指数给撑上去 虽然齐交所发现最近的波动太大了 已经调高台指旗的保证金 但依旧交不了大家的热情 到底这股热情从何而来又能延续到哪边呢 就交给今天的三位来宾了 第一位是我们的国宝级技术现行大师 杜金龙杜大师 好大家还记得上次杜大师来讲什么呢 他说他重新规划 重新规划认为这个一万两千多点那边叫做地板区 所以往上涨以涨幅来算的话 必须重新规划台股今年的走势哦 不要再等到年底了 两万点好像就已经在眼前了 到底现在杜大师要重新规划到哪呢 是两万五吗 好现在的盘还是算健康 因为刚刚讲到了 之前蹲点蹲很久的基欧股又在补涨上来 所以杜大师选股永远不寂寞 等一下就告诉你风策股 还有自行车概念还有很多好股票哦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股旗小王子翁士俊 士俊真的超级久没有来的 今天会帮大家分享一下 旗交所又出手了 他这一次提高台子期小台期的保证金 可是好像我们不怕呢 不过外资在期货上面 现在不做多也不做空哦 现货也没有大买到底在想什么 难道这一波的热钱 全部都是ETF贡献的吗 那他呢长期在观看投雇的报告 我们常常说报告的目标价都化好高哦 达不到 今年完全不一样哦 党党超越目标价 接下来他会告诉你们他研究的有一些股票 还没到目标价的很有机会会到投雇报告的目标价 第三位是我们的选股教练 教练呢每次都非常佛心来着还记得吗 几乎每一次都努力的帮大家找右下角基优股 只是今年右下角越来越少 不过股价的位阶有时候是比出来的 比起很多根本就是冲天炮的涨上去 现在来咯新货道 有一批位阶相对还没有涨那么多 而且有股息殖利率保护的好股票 今天选股教练发现明明快两万点了 却能塞出一箩筐千万不要错过哦 好 首先有请我们的杜大师 赵娃好 好 杜大师你真的不能卖台积电哦 你上次说卖了就变成什么 民族罪人 还好没卖 不然的话今天就很问真 好 幸好你没卖 而且你重新规划台股 你现在看有机会到两万五啊 是真的假的 应该是很快啦 很快 所以请各投顾可不可以打个电话 给我们杜大师 然后我就可以看到 看照法的节目就好了啦 因为打开电视就可以 又没你看又可以听点数那多好 那现在市场不管你降息不降息 都把它当利多啦 降息就有钱嘛 对对 我今天早上看新闻稿的话 讲完以他七次降息完后 把它弄到哪边去了 弄到以前的葛林斯班 因为葛林斯班那时候 是美国那个通膨比较严重嘛 他联系调了七次利息 降了一次 完以后 那时候美国的高科技股刚好复苏 带动整个 美国那个稻穷涨二十年 因为美国一百二十年来 他稻穷联系十年 十年能走漲的是很少 少之又少 所以人家把葛林斯班的二十年 叫做环金的二十年 就说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每隔二十年 十年就会崩盘嘛 那葛林斯班是没有 所以后来 今天我看那个新闻 就是在讲说 不知道我这一次不降息 或是往后降息 会不会复制葛林斯班 以后的这个环金的二十年 那时候标普大概涨了三点四倍 那前一阵子 这个台积电的相关设备的这些股票 还有AI的相关设备股票 大概今天就稍微短多 要不要就做拉回动作 因为一套资金 那今天还有一个很东西 就是成家量五千多亿 因为上一次我们五千多亿 那大家记得两年前 我们那时候 寒癌的时候 我们的成家最大 大概七千六百多亿 那七千二百也是单一天 可是我们一般看五日金量 那所有的五日金量 大概平均 大概五千七百多亿 那我们今天才第一天五千亿 大家记得这个 那这个相关设备 就大概开高阻地 受拉回的一个小动作 那另外来讲的话 有些钱 他就是这边涨多 他就轮到 今天这个日夜投控 红专车是经营 因为美国的 有一家风车股票大涨 所以那个日夜投控的ADR有涨 所以他今天 我本来以为他会开高走低 想不到 那个这个千载来 有机会 会拉涨停板守住 这个方法 这一支股票 拉涨停板守住完 以后大家就会开始 跟刚才赵娃讲 这个好的公司 既然能涨停板 不会说利多出境 这是带动很多人的 这个买卖的个股 今天台积当然是再创新高 零发科也是创新高 这个大盘我们重新规划 现在很快就要快到2万了 那本来我们认为1269 大家记得 乘以1.618倍 有没有 2034 快要到了 剩下2万点 那再来我们目标就是说 你这个2万点完以后 乘以2倍 就是25258 上个礼拜 古语不是讲2万5吗 你也在现场对不对 对大家的价值分析的名号 其实技术分析乘以2倍 就是2万5吗 对那个非常巧合啦 那这个我们就说 你现在2万点 是不是 因为今天既然这样搭 代表外资今天还是买超吗 他可能应该会弄到二字头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短波段现在到2万2万5 他如果说 KD指标在20 AKD在94的话 短线休息无伤 他以后要走主升段 因为警惕对责信号告诉我们 你现在是在立灯嘛 黄红灯 红灯还有一段期间 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大盘 目前点数大概18.9倍 大盘贬义比 那如果说你到2万点到19倍而已 那离我们气人大概 21倍左右的一个贬义比还有 所以我们这个有机资产 晚以后你其实 以按照我们台湾 62人来的贬义比 21倍的话 你现在还在这个 我们贬义比这个 中间嘛 不会很超过 那另外来讲 我们GTA晚上调高 所以其实 我们这一次的基本 基本面也转加 所以我们把这一段 我们称为叫出生段 这一段 我们把它称为叫出生段 罗马是这一 大概是这个 好 等于警惕对策讯号 你觉得要把它翻正 然后从蓝灯 一直到红灯的过程 是38个月 对对 按照我们 现在走两个月 对对对 这是按照我们国发会 前十五次 这一次是第16次的循环 大概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成为民族罪人 千万不能卖 所以的台积电 今天涨了台积电 跟年发科 他串历史新高 发科今天也过一二一五五 过的历史新高 他晚一点 那台积电其实 从二月十五号喷出去 晚又我们就重新规划盘式 想不到他 这个K线图是 以前小型股才有这样 台积电也会变成这样 所以今天有人传一张图 给我说 你知道这只股票 把它遮起来 你知道哪一只股票吗 台积电会跟小表股一样 用连跳好几空 一空两空三空四空 这样跳上去 那七百六了 那外资也 我们要调高目标价 那我们认为大盘涨到哪边 台积电一向对一个高点 他会不会再摸另外一个高点 我们随时要注意 那花哥今天也是一样 因为他有配股息嘛 所以来讲 他今天也穿波段高点 所以这两个 如果还在左高大盘 持续的会往这个两万点去迈进 所以我们大概注意 这两只股票的走势 好 等于这两只股票 对我们的指数绝对有帮助 但我觉得最好的就是 各股跟产业还是有在轮动的 对 今天轮得很漂亮 就是说你那边涨多的设备 还有那个散热 软油钱嘛 而且那些股票在跌 拉回说没跌停板 这是我们比较好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你有拉回跌停板锁住 那就会恐慌 那涨的话会让涨停板 那就会带动其他类股 就日月投共 我们知道这一只真的很有意义 这很久真的不知道上一次 什么时候了 很久 因为我们曾经拿过来 一看说这只股票 有没有就盘那么久 有没有 今天既然我也把把手涨停板 那这个今年电影带动下上来 那其余的这些没有涨的这些 像超红也没有涨 历程我们曾经也推荐过 他涨很多了啦 历程涨超级多 对历程涨超级稍微 历程是投信油 他也是串历史新高 那他其实日月官的话 他还有Covac的利多 今天是因为美国那个艾克尔 有没有红测这只股票涨停板 所以带动那个日月官的这个ADR大涨 我本来以为大涨完 又他应该开高完 又就没有 想不到他都拉涨停板 就代表说我们这个 这个盘是有人在控制 他知道点哪一个 你们就会跟得上 所以说我们大概 那另外还有一个类股 就是我们的这个脚踏车有关的 尤其这个日池 前一阵子就一直在涨 今天日期跟那个ID涨停板 那其实我们二月份大盘 涨大概六%左右 这个运动休闲的这个股票 大概涨二十%左右 所以他今年才涨两成多 那大概他们有一个短多 有一个利多是因为3Q的话 他们库存有没有 都已经消化完以后 他们以前的股价 1PS都蛮不错的 而且在前一阵子 都是我们一般讲 已经在那个右下角 中间休息蛮久的 那这一段期间 也做补涨的一个动作 那今天在世贸 也有开那个自行车的 一个展览会 所以最近也在做补涨的动作 刚刚杜大师有特别提到 有人在控盘 他知道拉日月光会很有用 因为只拉台积电 大家就会抱怨 拉机盘 跟我没有关系 而且有的人是认为说 台积电我都没有钻到 钻到顶数 有没有 另外有看空的人是说 那个跌的加速比较多 这个叫做我们市场宽围 计指标叫ADLO 可是今天这样拉上来以后 我真的拉其他的个股 而且这个个股是有大型的 而且有基本面的 有EPS 那我们看到历程 其实我们推荐过他 前一阵子是有法人在 投讯在作战 所以他也在 很飙 那有持股超风 都是里面的 那他我们估的这个EPS 有没有 这个人家估的 有没有 虽然说11块16块都还不错 那今天他也是一样 跟其他类股一样 创新高股一样都拉回 拉回的话 一般来讲 只要盘是还有的话 大概无伤了 因为我们现在大盘 因为你的市场 有法人在买卖的话 他大概短多休息 晚又就会继续上去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的 风砖测试里面的一支 比较好的股票 涨比较多 但大哥还在冲呢 这一支就他的 你看那个历程持有 购买那个超风 超风是盘了一阵子 那他这个获利 也算还不错的一个个股 那他其实 他一般来讲 从以前就是都做盘整动作 今天也有出大量 稍微跟着下来 那一般最后 大概你在这个法人 有再买的话 应该最后还是会做 补涨的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在这个 红川测试里面 这一支是相对 比较没有涨的个股 好 历程持有他 而且他也有殖利率的 他不是没有殖利率的 对对 这个轰砖测试这个类股 因为他说都还没有 弄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其实平均的 长期的殖利率 大概都有 大概四到六%的一个殖利率 算蛮好的 那现在股价如果反映到 他的话 应该相对就会有 补涨的动作 那这个脚踏 这个自行车的话 前一阵子我们以前有推荐 在这附近的时候 有没有 那时候都没人要 没人要 那我们就一直讲说 他这个EPS这么高 因为 去年七月份 不是我们有四大列股 开始用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节目 一直在讲说 这个休闲运动 居家生活 有没有 休闲运动在二月份 大概涨十四%左右 股涨了 对 居家生活涨七% 所以有人就认为 灰电子股这里面有 那这一支也是要 季大的话 你看前三季 大概占了八块多 那今年跟明年 大概都还是一块 那最近他的角度 这一支 大量换索 有没有 开始就碰上去 开始攻了 他离这个前一高快要过了 两百四十七万以后 离这个历史新高 还蛮高的 还蛮多的 所以这个 大概就是这一类股 如果说大盘 串到一个 大盘过来以后 这个股票 应该理论上 拉回都还可以有 下一次组身段的一个 一个涨幅 因为他开始换索 这个也没有出量 这是 季大 他也算是 节能减碳概念 再加上高价单车 现在应该又卖得动 对没有错 而且整个盘市的话 他们其实以前都是 高高在上的好股票 其实疫情的话 修正的蛮多 那美利也是一样 也是修正晚宜 上次也是这样 那他前三季 也大概六块多左右 今年跟明年都还算不错 那股价也是一样 两个都是重拾 在这边大量换索 他们股价也一样 对因为总统是一样 一般来讲大概 这个美利 季大买不到就买美利 价位也几乎一样 对对 阿晚以后这边开始 从其实你开始 他起上是这边 那今天也开始 这个行径中做换索 阿晚以后拉上来 所以这个 大概跟季大一样 同类股的一个个股 那我们看下个 好所以大家喜欢 骑捷安特就买巨大 喜欢骑美利 就买美利 对一般来讲 就是说你在台积电涨的时候 今天的盘式 让认为很多人都说 你买大哥 后来去买二哥 不对 现在的盘式是 你买大哥就要买大哥 因为它涨的话 就是连那个台积电也涨 你就不要去相对买什么联电 那联花哥涨 你就买联花哥 不要去涨 买其他的IC设计 就是今天这个台积电 这个整个大盘 大家上来 快要上两万点 给大家的一个盘式 那个剂量长红的一个含义 好 既然龙头大哥会长 就锁定龙头大哥 其实像刚刚讲的历程 他也是记忆体封测里面的龙头 对 没有错 所以大龙头可以 小龙头也可以 没有错 非常谢谢杜大师 所以杜大师 上一次来节目 事实上就重新规划了 因为台股创历史新高之后 可以看到资金的热潮 真的叫芳心慰爱 而且又计算了一下 景气灯号从蓝灯 现在进入到绿灯 这个距离红灯 还是有一个循环周期 有一段路要走的 所以目前我们高点 依旧不预设 当然杜大师希望 有机会到两万五千点 各头顾赶快打电话 给杜大师咯 还有就是现在龙头股 都会发威 如果您手上是龙头股在涨 也千万不要轻易地把它丢掉 好 广告回来的话 我们来研究一下 到底目前头股的报告 在看好谁呢 因为之前我们都说 目标价是达不到 现在一档一档超过目标价 但还有人没有 尤其这些报告 已经把他的前景 他的本益比他很多事情 都讲得清清楚楚 所以古奇小王子 会来告诉您 还有谁是他心目中 未来会标的候选人 好 视频又好久没有来了 今天要帮我们解两件事了 第一个当然就是 期货保证金的调高 现在我们买大台期或小台期 其实都变贵了 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影响 未来台股的涨势呢 然后再来是你帮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 你发现从去年啦 其实也不止今年 有很多的投顾报告 目标价根本就是已经超过 那些个股都超车了 但还有一些你觉得很棒的股票 现在看起来是有机会补涨上来的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则讯息 他说台股波动变大了 那波动也真的很大 期货的商品保证金调高 那最近的波动是真的很大 而且是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涨 除了涨 波动大不是说上上下下 是只有一个方向涨 只有涨他不要管我们嘛 那可是大家会不会想说 这个调高保证金会不会影响行情 我认为是不会的 那刚刚跟杜大师也稍微聊了一下 杜大师比较多小道消息 为什么会调高保证金 大道消息好吗 据我的统计啊 通常说一个礼拜的波动 我们讲期货 大概就是500多点而已 低到高这样 可是昨天就从昨天的低点 19271 昨天19271 19770 高低点两天就499 499 等一口大台你可能不小心在低檔放空 就赔了快10万 所以可能两天的波动太大了 一般是一个礼拜就500点 就两天就500点 杜大师重新规划啦 所以就可能到2万5 我刚好听到了 所以说可能波动太大 就是把这个保证金调高 我们看大台167,000 调到179,000 那小台的话 41,000调到44,000 那不用太偏空解读 我给大家稍微简单解读一下 指数涨到2万点 提防大波动 所以 其交所本来就会对保证金 踩这个浮动式的调整 以前8、9千点的时候 保证金才8万3大台 那你现在调到 现在涨到快2万了 那保证金调到18万 也是很合理 合理 第二个 资金成本拉高了 我们对我们投资人来说 保证金拉高 就是资金成本拉高 所以说这个其交所希望啦 可以降低波动啦 因为可能成本拉高 我们就是尽量稍微少一点去参与 所以我认为其交所是希望降波动而已 好 可是我们现在波动是向上 降波动就组涨了 不是吗 没关系 要慢慢涨啊 好 你现在涨太快就容易拉回 对 那再最后一点就是说 指数越高 那投资人 我觉得你要操作期货 就是要多准备保证金 防止风险 对 尽量用这个三口的保证金 去操作一口 不管是大台或小台 好 那这个对策来说就是说 今天有今天因为这个消息出来 虽然大板还在涨 可是说下跌加速好像很多 对 而且有一些是热门股一跌 虽然没有跌停板 可是也是可能六七%七八% 对 没错 所以说你要稍微提防一下 强势股出现一些转弱讯号 那高档落袋为安 那今天的主题 当然就是我参考了一些很多投顾的报告 来焦点悬股 因为至少让大家比较安心嘛 基本面他们都帮你看好了 是其实我觉得看报告很棒 对 与其自己在那边瞎猜 他都写的清清楚楚了 对 没错没错 来那先来看一下这个 现在是多头啊 不用质疑啊 因为历史新高嘛 多头气盛的时候 我们可以参考这个投顾的报告 是 个股会有一个比价效应 就是反正我这边散烈大哥涨了 双红齐红涨了 接下来下面的也会跟着涨嘛 对不对 那你选股可以多参考 本土投顾报告 新闻都喜欢写外资报告 其实我们今天就来看本土投顾报告 支持一下本土 他们都会有设定目标价 那投资人喜欢看目标价嘛 对不对 至少有个价格在那边啊 万一会不会来 来了大家就很高兴嘛 对不对 那优势就是说 他们有研究员去拜访公司 所以基本上 基本面是没有什么疑虑的 这最重要的嘛 因为我们投资一家公司 当然就希望基本面是好的 大家都讲中文 对 都是中文 外资报告你还要用那个 Google翻译 比较麻烦 好 那什么时候会到目标价 三个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多头 没错嘛 地利有题材有产业 再来人和就是基本面好 所以通常很容易涨到目标价 我们就举例几档好了 好 比如说这个3324的双红 1月29号这个第一金有出这个 报告 那目标价 等下看下一页 我们会洗得很清楚 你看这波涨了多少 64% 好 再来看这个技嘉 好技嘉的话是这个AI伺服器 三雄里面 唯一一档有过高的 对不对 1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25号投顾出报告 要涨多少 32% 然后再来是这个 忘记了 没有技嘉很多家 好很多家 我觉得最好是越多家看好了 是越好 然后再来是JBTKY 我记得最早起的是统一嘛 那说他有切入这个AI伺服器的 这个不管是机柜机壳 投顾也有出报告 2月19号再涨一波 其实在去年这个统一就已经出了 还没涨的时候就已经出了 你看这波是大标股 好 再来今天才达标的 富士达 在700块的时候 这个元大出报告 已经已经涨一段了 只是再加强而已 好 看目标价900 其实很多人不相信嘛 今天真的就来了 好 今天真的来900 外资倒也有出富士达 对 都有 对 也是将近900 对 多加一起出的话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说 过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回顾一下历史 投顾润养的热门标股 目标价有没有一一打正 我们刚刚先看这个富士达好了 这个元大就是在700块 701块的时候都出900 大家看好这个 三则手机的轴承主力供应商 就是华为嘛 他就是华为主力供应商 所以他是一个龙头地位 有没有达标 真的有 那刚刚集檔我没有看到 我们稍微看一下 我印象中这凯基 在1月30号出了一个中砂的投顾报告 那时候 209元当天 当然海基的报告大家 其实市场蛮认同的 通常之前是这样 他当天出嘛 当天就会拉 就会动 当天就会动 那时候才 我记得才190几 当天就拉到 209.5元 所以目标价是260元 有点远对不对 达标了嘛 最高 本坡最高 将近300元 295块 然后再来看这个 深微能源 深微能源这个去年统一就出报告 去年12月12 那时候是112.5元 他看到160元 这目标价多远啊 将近是差不多4成左右 结果 结果本坡最高是真的到了164.5元 那这这波的深微能源 当然就是跟着这个重电族群 跟着做部长 那还有其他的 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之前的我们是以死为见 看一下后续 有没有这个黄金的股票可以做挖掘 那我们就来想一下说 既然说目标价会到 那我们可不可以找下一档 潜力标股 好 那我觉得 几个 条件设定好 第一个就是搭上热门的题材产业 比如说 AI 比如说重电 比如说折叠机 当然产业趋势越明显的 市场越热的 当然越容易达标 尽量找 现在毕竟台股已经 差 2万点 快到了嘛 那还会再往上 因为刚刚杜大师有讲到 2万5 我们现在到一直找人家背书 对 其实杜大师讲真的很好 因为我觉得 期货这样子 台积电跟联发科这两档股票 只要他还在继续涨 你尽量不要去看空 好 那我们尽量找股价涨幅不大 对 然后离目标价还有一段距离 刚看那些股票 涨那么多了 怎么追嘛 富士达追不下去吗 而且就已经达标了 都已经达标了 对不对 你再去追 这个感觉是 会不会帮人家说 抬轿 对不对 会怕嘛 所以我们尽量找 涨幅没有太大 离目标价还有一段距离的 好 然后最好搭配法人买超 对 如果说法人买超 当然就是推升他的股价嘛 尤其是这个本土投雇出的报告 我们尽量看这个投信 投信如果买的话 当然更容易涨 那卖超的话 如果说土洋都在卖 那你可能股价就要相对抗跌 因为基本面好嘛 那他卖当然可能会先拉回 那如果说 拉回到支撑 可以再找买点 最后就是说 技术面整理后转强 我觉得这几个要件 大家来看一下 那我稍微找了几档 好 那资料还蛮多的 对 挑了很多档 就是说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说 整个范围大概有PCB的 比如说这个滑通 跟台药 那AI的比如说 微创 那网通的像 知役啊 钟磊 甚至航运 其实最近投顾也蛮看好 比如说星星跟长龙 长龙也有 对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几档 今天比较热门的 比如说 我们先看说大家比较多的 就是伪创 那伪创 散户可能有点套助 就是说先看散户有点套助 然后 凯基是有出到140 其实很多家大概都有到140块 那毕竟伪创 它是这个灰达 H100 H200 B100 甚至这个超微MI300 特斯拉多久的主要基板 基本面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为什么他找不动 离目标价 其实好像也没有太远 也没有很远 但为什么到不了 你看这个土壤都在卖 到不了 唱一下歌了 改天有空再来唱一下 好 那投信你看最近都在卖 投信最近都在卖这个伪创 之前都在卖伪创广达 都去买一些这个 ETF的成分股 所以你只要看到 这个投信 不要卖了 外资不要卖了 搞不好就有机会来达标 好 那因为是这个本土投顾报告 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 目标价 有没有还比较远的 比如说这个台药200块 AI的嘛 倒是有点机会 好那再来看嘉哲最近的连接器股 最近凯基才刚出 昨天才刚写一个报告 是上调到1460 那刚好昨天就涨停板 刚好投信也有买 所以今天还是持续创高 所以我觉得可以看这一栏 投信这一栏 有买超的 比如说自贸最近也很强 土洋都同买 好那买最多的是哪一档 大家其实猜不到 是长龙 好长龙 其实因为非常多的高股息 把长龙纳入 对其实大家对这个长龙的 基本面比较有疑虑 那其实为什么一直涨 我们就来看一下为什么 好第一档 我们就先看这个长龙 好那最新的新闻消息 就是说鸿海事件那边 又有危机爆发 有飞弹打到船 有人伤亡 这是首次有看到的 就没想到这件事情不但没结束 就跟当年的恶物战 对没错 不但没结束 还越演越烈 越演越烈 大家以为快要结束就没有 所以会反映在长龙第一季的营收 跟获利 都会明显的提升 这是第一点 所以目前法人有看到说 第一季可能赚10块 10块上下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股价 先看一下股价 先看股价 再来看它潜在买盘 潜在买盘 那先看一下长龙 这波沿着五日线上涨 那我请大家大概怎么操作 就是说 它已经 跳脱这个盘整区了 所以事实上它已经突破 已经转强了嘛 你要它再回来到这个盘整区 其实短时间内比较难 为什么 因为有00919持股最大成分股 还有 这第一个 还有别的 还有第二个 即将要挂牌的00939 它成分股 这个在00940 这两档加起来就1100多亿嘛 对 对不对 而且00940它是第一大成分股 原大募集的嘛 对不对 要募个600亿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大家都听到这个目标了 他还没有开幕 可是大家都知道他想募600亿 对没错没错 好那长龙的话 操作逻辑就是这样 好那现在是沿着五日线往上涨嘛 对 他只要拉回破五日线 因为他的走势是比较温吞的 拉回跌破五日线到十日线附近 你就可以稍微做一点卡位 因为会有这个投信 帮你抬轿 那投信目标价是看这个 投库目标价是看200 那我觉得是蛮有机会会到的 因为他的除息前的高点在 179.5应该有机会过 过就转强了 好这第一档 虽然投库投信是不同单位 但也可以相互合作 投库出报告投信买单 那就是相辅相成 对不对 第二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获利大爆发的2313的滑通 那最近的PCB的也稍微有一点回温了 是 那滑通是这个全球第一大的HDI版厂 那他最近主要题材 当然大家 平常想到就是说 他的消费型电子占的比较重 对 对所以都去年其实没什么表现 表现并没有说太强 那最近有没有机会做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他的 营收获利要往上拉 就是说在低轨卫星这一块 毛利比较高 如果说 占比有到12-15% 他就有机会往上攻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 蓝色跟红色 就是比较这个手机跟NB的 那如果说占的比重越来越小 他是越来越低的 越来越低的 其实对滑通是比较好 那这个毛利比较高的低轨卫星 我们看蓝色这一块 以前是没有的 2018年是没有的 然后再来1% 3% 3% 6% 9% 到今年可能到13% 那就有机会拉高滑通的毛利 那法仁姑今年有赚 有机会赚到6块5 是 那明年可能逼近8块 那你看他本益比并没有很高 他现在才7几块而已 好 那再看一下这个现行的操作 目前的话是土洋 土洋差不多都在同卖 所以股价不会动 本益比低为什么还要这样卖呢 那可能是先去买其他的股票 先去买其他股票 那如果说你看到土洋转买 就会转强 那因为土洋同卖嘛 所以最近股价 他在做整理 那之前有一个大量 就是凯基出报告那天 那刚好有人把他拉到涨停板 这个股本这么大 拉到涨停板是很难 那这种股票涨停板之后就做拉回 那你看一下这个红K的低点 这个大量的低点 其实守得蛮稳的 如果他再做一个箱形 来到箱形下缘 稍微做一点布局 那什么时候转强 他如果说能带量突破前高82.3 就有机会转强 你说他到百元俱乐部 其实并不会太困难 对 因为他跟其他的板材比起来 像同博基板那一挂 对不对 他算长得少 长得非常的少 那既然讲到同博基板 那我们就再看下一档 刚好就是同博基板 对对对 刚好就是这个同博基板的台要 好那当然台要的这个主要的题材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这个CCL 受惠这个AI伺服器的高速成长 好那我们先想一下 这个CCL 这个市占率最高的 拿到所有的订单 大概6成5到7成是台光店 那外溢订单就有台要 而且台光店已经涨翻了嘛 对那台要也有机会做一个补涨 那头顾是看好说他的毛利率 可以增温到24% 那也会反映在股价上面 好那先看一下去年他刚公告去年是赚3块 好那超额配息是4块嘛 所以今天有点开高走低 开高大家很开心 可是今天本来很多股票都开高走低嘛 那今年可以赚到9块1 那是怎样就是这个高速成长 对那我今天看了一下 这波其实投信 比较少买AI的股票 坦白说大部分都在买 他都去转进这个高股息的股票嘛 那唯独这张台要 投信都是占买方的 那今天也买了700多张 好那今天虽然看起来K线好像有一点丑 对不对 开高走低爆量收一根KEYK 但是他是涨的 如果他是一根KEYK 跌破这边所有的区间原则上转落嘛 对不对 但没有今天还是涨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获利的 那如果说整理一下 再突破今天的高点 那法人的目标其实都要200嘛 倒是有机会来挑战 好 这边非常谢谢我们的股息小王子 世君 谢谢 那今天世君也点点名告诉您 这一些基本面真的是蛮不错的 而且很有机会 达到投顾这些报告的目标价 当然有兴趣的话 把报告找出来自己看一看 看认同哪一档 好广告回来 我们的选股教练要上场了 刚刚特别提到现在的密码叫什么呢 叫做0919 929 939 好手上有这些高股息的朋友很开心 但是被高股息青睐的更开心 等一下就会去讲了 谁他的位阶还相对比较低 有高股息保护 甚至未来会有买盘进驻哦 好最近股息还是陆陆续续的开讲哦 像我们看到游戏股的志冠 说要发9云的股息今天不啰嗦 一根涨停板 还有甚至之前开发说觉得 今年展望比较淡 但保证承诺发多少多少元股息的公司 如承诺发出来股价也顺势大涨哦 股息真的是很好的催化剂 而且不要忘记后面还有上千亿的资金 要来买高股息的个股哦 所以选股教练 是 现在您的名单又丰沛了起来啊 时空环境背景在改变 是 当然选股的一个方向可能也要略做调整 是 所以今天帮大家来看看到底有哪一些的一个个股啊 他其实有这个高殖利率的一个保护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至冠 OK 公告 他要配息9块钱 是 就是股价开盘就从涨停板 从他的股价走势看起来大概在9.03分就亮灯了 中间有打开让你进去一下 对但是马上又关起来了 OK 为什么 因为去年获利写近13年的次高 每股赚7.09 哎呦 这就重点了 还超发呢 对 每股赚7.09 但是他配9块钱 够成益 杀公鸡啦 够成益啦 杀猪公 可能是资本公鸡也许 对对对 好 那么再另外一个就是星象 星象 那除了志冠 亮灯涨停板之外 志冠他最近也是股价往上做冲高 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 微良哥就说了 我可以讲了 星象会一千块 因为比较快 今天就一千块 我们在讲哪些股票会一千块 好像许愿一样 OK 那二月份营收是月增年增 所以当然这个营收好的 那当然股价就有机会上在做走高 所以从今天的这个表格当中可以观察到 有很多今天涨幅相对比较大的 这些的一个公司 事实上他们的殖利率的一个表现 事实上真的真的都相对比较好 是5%的6%的 那甚至像金城银 虽然说今天没什么涨 但是因为他前两天涨过了 他是开奖就涨停嘛 对开奖就涨停 也带动了像是远东营嘛 对吧 远东营也是开奖就涨停 但是这两天都有涨 都有涨 所以接下来我们选股的确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现金指利率的一个部分 好 那既然方向做确定了 我们就来找一找 有没有哪一些的一个个股值得做留意 那我们这边帮大家利用股息发放率 带一百分之五十 然后股息值率带一百分之五 然后筹码面片多 那为什么要带一百分之五十 这其实有点就是kimoji的问题 好 够不够大方 对嘛 刚刚有人赚七块多 发九块 赞 对不对 要五毛 对给一块 你说开心不开心 开心 那值率带五% 但我觉得有点基本的 因为现在物价膨胀嘛 所以其实要打败这个通膨 当然这个报酬率要稍微高一点点 那最好是法人也在这边有认同的 那这法人认同 或者大户做增加 法人认同有可能就是因为ETF 对 这个投信在买 有时候他并不是为了要他 他并不是主动基金在买 而是被动息基金在买 那这种呢 法人在买大概基本上大概背后都是有ETF的一个支持 那之后说大户债买到厉害了 大股东加码 代表什么 大股东非常 他宁愿去缴税 他也要买 代表什么他认为 也接下来可能会填息 或者未来的这个股价的发展性 会比他这个缴一点税 可能还要更多 很多人很在意股息的税 但是要评估一下 是 你就合法缴税 后面赚更多啊 对吧 因为现在 好像94万的股息之内 基本上都有那个 就是免科税 免税额 对对对 好 那像这些条件筛选完之后 大概有这些的标题 被大家给做参考 那我特别的是帮大家 从除息日这个边来去帮大家去看 就是有哪些个股 虽然说股息好的很多 可是如果说从时间点来看看 有这个4月11号出息的 就很接近了 3月19号的 3月22号的 那比较远的 还有6月20号的 那比较近的有4月11 然后有6月份 有7月份等等 这些个股 那可以发现到 有些个股 因为他的现金股率有高有低 但基本上他们的现金股息殖利率 大概都在5个percent左右 这么多的个股里面 基本上我认为说操作方法上还是有分 还是有分 对 那有一些是 比如说给陈妈妈的那种 就是要定存的 这每年他的股息是很稳定的 那这个个股就可以买来就安心放着 对 那另外一种就是获利波动比较大的 那这里就可以赚价差 还可以赚个价差 对 为什么是赚价差 因为其实有一些的产业 对他的波动性比较大 例如说紧急循环股 对 原污料相关的个股 那他可能因为 例如说刚刚什么提到 报价 是 报价突然拉了起来 那他可能呢 他的今年获利 就会大幅度的成长 是 那又同时有有这个所谓的股息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有这种所谓的一个赚到价差 又同时赚到股息的好处 好 像是东刚啊 风芯 这种是对 这跟报价有相关的 那联发科呢 大概就是跟AI手机可能有相关的 那六角呢 当然就是跟这个餐饮的一个复苏有相关 所以这些都是我认为说他其实有机会赚到所谓的股息 也有机会赚到价差 是 OK 好 发科都已经创新高了 但是刚刚讲发科创高 我们就不要再看淡大盘了 是的 是的 OK 好 那在这些个股里面 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就哪一些个股可以特别去做一个关注 像这个神脑 神脑 那这档个股真的就可以无脑存 无脑存 不过他确实有点委屈的感觉 是啊 大盘在创高 他的线型不是很漂亮 对 他是国内最大的通讯通路的代理商 那今年因为 他会AI手机要推出来 所以他会看好AI手机跟刚刚那个折叠机的换机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现在的一个股价似乎有点是在相形整理的下缘位置 再加上我们刚刚有看到 他的配置率是有超过5%的 OK 那现在也可以观察到 其实法人的部分外资也开始 本来卖卖卖 看卖不下去 刚才又买回来算了 所以像这个神脑 就是我觉得是可以安心买的一档股票 你也讲到一个重点 有些公司看起来筹码不好 可是卖不动了 卖不下去了 也可能会反手 对 OK 好 这个是神脑 第二档就是刚刚赵卖有提到的电磁模组厂顺达 顺达 那顺达呢 当然这个电磁模组厂 那前任子因为对法人的这个法术会上 释放出了一些比较保守的一个展望 太诚实了 太诚实了 所以其实投信就马上反手就把它砍掉了 把它砍掉 但是呢 今天最近又买出来 买回来 为什么 因为呢 跟刚刚这个志冠一样 要五毛他给一块 EPS5.23元 但是他超额配 配到现金鼓励5.55元 够成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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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货也是有基本上做成长 这个是在顺达的部分 等于开会法说 跌停董事长自己就有出来说明 只要没亏损 就会配超过五块钱 那现在是承诺 说到做到 对对对 那这个股价在这边晃了一下子 也打了一个底 所以这边其实应该不会只有长这样 所以他往上的空间应该还是有的 就算不不要也有殖利率 是的 好 那么再来所谓赚价差的这个族群 当然我觉得育民这个公司 因为跟BDI比较相关 那再加上他今年又有四艘的一个新船 要陆续做交付 那有新船进来之后 当然他的整个的这个月租金 就会往上做提高 那公司自己都有说 今年要预估赚半个股本 也就是五块钱的EPS 那假设公司他也一样 说到做到的话 这也是诚信的考验 对现在的股价 也是五字头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买 对股价来讲 他所冒的风险相对比较低 那又有这个殖利率 4.6% 425%的一个保护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也都是 相对比较安全的 那现在外资呢 也在这边低档的地方呢 在这边有去做一个 持股加码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想这场个股有拉回 也可以特别做留意的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就是 风星 2015的一个风星 小编都帮你标好 这是要赚价差的 赚价差的 因为他这个跟报价比较相关 那飞钢的报价 虽然说最近有在小跌 但是从报价的角度去看 现在已经逼近他的低档区 那去年呢 净利二三十亿元 然后赚4.08元 那配3.5块钱 那殖利率也是5个percent 其实投信蛮爱他的 他其实是一些高股息ETF的一个成分股 所以他其实在去年就有投信 在那边去做布局 但是说真的 从这边布局到这边 我个人认为他的股价涨幅还好 并没有涨太多 但是呢 大户的持股比例一直在往上做增加 这个很值得留意 因为钢铁常常有内行人 对 是有蹊跷 甚至搞不好他们的买盘 都来自于南部的券商 或者是丰心很台中 对 中心变商 对 中部的 所以丰心这种个股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特别做留个留意 那我听到各位观众朋友 跟投资朋友的这个呼喊 希望能够找一些比较没有涨到的 听说你去社区大学上课 每一双眼睛都希望你给我股票 对 对 对 看起来大家都对于快要上两万点 有点焦虑感 焦虑 焦虑 怕手中的股票不够涨 所以我们还是要挑一下 就是有没有一些获利成长 那股息可能也蛮漂亮的一些黑马股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从 因为现在有些个股财报也没有出来 对 那所以我们去挑一下 就是去年营收的比较明显成长的 然后EPS也大幅度成长的 然后股价还有向上空间的 那有一些像之前像证券股的部分 虽然说统一证今天也是大涨 今天大涨 但是我想证券股 我们在前面几次的节目当中 有跟大家分享过 有的 OK 所以它这也是蛮符合 我们在先前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结果 那其他有一些电子股的部分 像连羊 蓬城 保养 还好像是金刚 这些其实我认为 不管是营收成长跟EPS成长 它加上配息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都不错 那在这里面呢 我想就是帮大家挑就是两档 就是我认为股价算是在右下角的 是 在右下角 然后未来可能有比较上涨的空间 那这种挑右下角的这种个股的好处 其实是我个人认为 但我觉得如果说殖利率蛮高的 那它相对于它的除息后的那个所谓的缺口 也会比较大 所以它填息的难度就会比较高 所以我在挑选标的的时候 我其实会比较想要挑右下角的 比较没有涨到的 等于除息前它还没涨到呢 对 那或许 或许它的殖利率没有这么高 可是我的重点是还要能够填息 所以我就会特别挑一些股价比较没有涨到 在同时呢 看到大户也在做增加的 那这种其实这个填息的几率就大大增加 它这样子修正在这边盘就 大户却越来越多耶 对 股价往下跌 但是呢大户却逆势往 逆势在做增加 它一定看到了某些事情 是 那当然了48V的MOSFIT的部分呢 这个今年的出货量要增加一倍 那这个其实对它的获利跟贡献就会非常好 其实已经起来了 对 事实上前两个月营收呢 年增率就已经高达55.12% 这已经营收走在前头了 我们刚刚在Podcast有讲 营收走在前头 获利不利会先出来 但是大户已经先出道 OK 再来是5904的一个保养 也是一样 保养在这边往下做修正 那是呢 它的大户的持股 比去往上做增加 那现在的这个股价又回到了500块钱的整数关卡 那我觉得这边其实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中长性的角度来看 都是可以特别做留意 好 等于我记得前几次来啊 我们选股已经开始有点吃力了 是 但突然今天好像有很多好股票又跳出来了 有点伤从水赋 移乎路的感觉 好 因为如果最近鼓励开奖 你就会发现高值利率有保护的股票 而且还没有涨的也还蛮多 再搭配前二月营收节出来 就更有保障了 没错 好 这边非常谢谢选股教练维泰 谢谢赵华 好 刚刚有特别提到 高股息 现在似乎还是一种上涨的保证 而且维泰非常的细腻 他把高股息还分成两种 有一种就是年年高值利率 你也先不要想要赚他的价差 但是存他绝对没问题 股息照样发给你 那另外一种就有可能搭配趋势或是法人的筹码 或是大户的进驻 有机会赚了席之后 填席再赚价差 好 两种选择 让您在万九接近两万的时候 不会有零持股的焦虑感 好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来到现场 跟我们一起见证历史的发展 在杜大师的同心规划下 台股是不是有机会继续往上冲呢 我们手上如果是有龙头型的全职股 千万不要记忆地看淡 希望今天理财杂兰秀对您投资有帮助 明天再会咯 拜拜